大家好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怎么样把这个 自我介绍的Google Slides 用在开学的第一天 首先呢 我们把这个Template 我是用Shared 拿到这个Link 拿到这个Link以后 可以放在Google Classroom里面 请同学把它填一填 那我在这边下面 有说明说 这边是加一个照片的 这边是要 我的名字是打字的 然后第二页呢 这里说我的生日啦 我现在几岁啦 我有多高啊 我住在哪一个城市啊 我现在学校的名字 名字是什么 那第三页呢 是介绍我喜欢吃什么 什么点心啦 什么样的运动啦 什么样的球类啦 什么颜色啦 又喝什么啦 什么样的电影啦 季节啦 还有喜欢的动物啦 这里我是请同学 可以加上Bemoji 用Bemoji的说 哦 我喜欢的食物 比方说你喜欢吃什么 你可以选 你看它有什么 披萨啦 还是什么啦 你可以选 好 比方说我喜欢花 我喜欢种花 我就可以这样子 拉 喜欢 Activity 是种花 你就可以拉过来 哦 这个Bemoji 它的图案这样子的话 很好玩 所以我通常都会 请学生在这边加上 他们也可以用insert 选一个image 然后去search on the web 比方说我想要说喜欢吃 啊 Doughnut 哈哈哈 你可以选 你可以打中文的 也可以打英文的 随便你哦 我是快一点 好 那 假如我是喜欢吃Doughnut 我可以把它抓过来 好 抓过来以后 它要调整大小 我通常都会一步一步的做给学生看 好 这样子怎么样加入它的图案 好 那 这里呢 是介绍我们的家里有什么人 那是请同学用自己家里的照片放一张 然后你是跟谁一起住啦 你有什么动物啦 好 可以介绍一下 那 最后这个是说 我喜欢 我将来想要做什么事情 你可以说哦 我将来想要当医生 为什么呢 可以这样写 好 那我们这个 google slide 准备好了以后呢 我们就打开这个flipgrid 像我这边呢 self-introduction 这个flipgrid 我就是请同学把它放进来的 那 比方说 我已经请一位同学 她跟我分享她的 她的这个 她的 分享她的影片 你就可以看到 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Jacqueline Ty 因为这是第一天我们就做的 那这位同学是中文一的同学 所以她从来没有学过中文 那我是没有问题 让她们用这个英文回答 好 那她们就可以在这边回答 回答完了以后 其他的同学 好 她们在上网的时候 其他同学可以看到别人的回答 然后就可以给她 可以看她 然后给她评语 Hi this is my all about me page and first 她们就可以评语 你看这里就是有另外一个同学 给她的评语 好 那 我总共至少有两位同学 你看她这个 还不止两位同学给她评语 很多同学都给她评语 那她们这边 在这个 这个 这个网页 就是她们用Screenshare的方式 来放进来 好 好 这就是我们怎么样用 这个 All about me 好 谢谢大家 我就是要介绍这个 这么简单的 好用的 活动 谢谢 谢谢